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1日 我是Anna 天氣都很熱 我和三位朋友去吃西式Fusion Lunch 請大家like、comment、share 還記得subscribe我頻道 Let's go 搭條頸嶺或者黃埔方向的觀塘線 到達了御文科 途經這個APM廣場 我們走了一陣 再由A1出口 去了駱駝七大廈的橫街 朋友說想買球鞋 所以看了一陣Adidas 現在位於觀塘的馬會 Turfland餐廳 是裝修了大約一年 環境是以綠色為主題 都挺乾猛 中央的大型樹木 就來自香港木庫的再新木床 港幟從化馬場 運馬車的出餐處 都挺有玩味 是這個主打即蔥咖啡 和慢活洋食的Sensory Zero 經營 都像有多部電視 和自助投票機 現在是夏天放著暑假 菜馬日是有菜馬日特餐 來的時候記得訂購 由於是小鹽小糖小油 這個羅松湯比較淡 不是太合我胃口 我們都試了這個南乳炸豬扒 大滿足早餐 豬仔餅炸得鬆脆好吃 南乳炸豬扒都炸得軟軟好吃 味道都剛剛好 所有人都炸得鬆脆可口 滑蛋炒得過火一點 再滑一點更好 菠蘿都很新鮮清甜 毛花果醬多士 香脆可口好吃 有四款果醬可以提供選擇 總配為這個北海道牛奶乳酪 相當之好吃 都很想試一下這個 澳洲M5和牛 加日本雜錦海草 紅菜頭 泥蜜沙拉 這個澳洲M5和牛 充滿了濃濃的牛肉味 十分之軟滑好吃 很想這個日本海草 紅菜頭和泥蜜 實在是大滿足 能對這個蒲燒三層鰻 滑蛋飯 蒲燒日本鰻魚 都很肥美 火候控制得剛剛好 味道又調教得很好 好吃 這個炒滑蛋 比之前的蛋炒得好 壽司米都不錯 滑蛋都蠻好吃 後期就試了這個 我不是肉鬆 其實是芝士咖啡 鹹鹹的 挺特別 這杯初吻是Cappasino咖啡 有濃郁的咖啡味 香甜可口 總配言 今天的歡樂聚會 環境都不錯 食物質素都很好 值得一試 以下是今天的餐牌 供大家作為參考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